魁省计划逐步重启魁北克,包括恢复学校、日拖机构和部分企业,魁省真的准备好了吗?与病毒的斗争,魁省到底身处哪一步?专家表示有五大核心问题期待解决。 虽然省长表示魁省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专家认为不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魁省的防疫依然不能成功。 核心问题之一,是否有能力测试和治疗每一个病例并追踪每个联系人? 麦吉尔大学的健康经济学家Aaron Strumpf表示,尽管我们的医院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不知所措,但无论是急性病例还是进行血液检查,我们在加拿大乃至魁北科省的表现并不理想。 加拿大在接触者追踪方面并没有加快步伐,而后者才是追踪潜在感染者的做法。 正因为政府无法追踪到身边的潜在感染者,所以很多人决定先待在家里,再等情况明朗一些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其实4月19号的时候,应该就是我们的省达到高峰期的时候,之后应该就是往下降。 可是这几天我都很密切地关注着我们这个疫情的发展跟这个数字,我就发现我们每天都还是有几百几百个新例,新案记,例这样去增加的在我们这个魁北科省。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复工跟复学,我觉得未免是太早了。 核心问题之二,医疗机构和老人院等特殊环境中爆发风险是否已降至最低。 在魁北科,目前死亡人数中的80%以上是长期护理院和其他类型的老年住所居民。 省长本人也承认,目前魁省省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实际情况,一种是老人院的情况,尤其是在大门特利尔地区,另一种是魁北科其他地区的情况。 核心问题之三,在工作场所、学校和其他重要场所是否采取了足够的防御措施。 4月14号起魁省有些行业已经开始复工,我采访了其中一位已经复工的朋友问他在工作场所采取了什么样的防御措施,他显然不知可否。 其他还有两个核心问题,包括是否有难力控制从魁北科以外地区输入的传染风险,和民众是否能够被告知并适应新的规定。 尽管魁省的疫情上不明朗,但是魁省的民众表示对魁省有信心,并且呼吁出台更加严厉的抗议措施。 我们期待我们这个省展能够有更严厉的措施,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一个多月了。 咱们在加拿大地广人系,只要措施到位,这个病毒被蒙死是很快的事情。